蜜蜂在采蜜之前会先去寻找蜜源 一般会派出少量的侦察蜂先去寻找 当侦察蜂找到蜜源之后 会采集少量的花蜜或者花坟带回蜂巢 让同伴看一下花蜜的质量如何 而科学家通过越见草这种植物发现 每当画到周围出现小蜜蜂嗡嗡嗡嗡的时候 花蜜的含糖量就跟你最爱的那杯奶茶一样 会蹭蹭的增加20%的甜度 让蜜蜂一试就变成回头客 而在多次试验后科学家也发现 一旦把花瓣拔掉 越见草就不会因为嗡嗡的声音增加甜度 证明花瓣就是植物收音用的耳朵 更神奇的是花只有在听到对的频率 也就是蜜蜂振之时的频率才会有反应 只要不是蜜蜂说我要见人了 不管你怎么哭怎么闹 花说不要就是不要 毕竟植物需要蜜蜂帮忙传宗接代 而蜜蜂也需要养来花蜜养家糊口 彼此互利共生下 双方也越来越有默契 这才进化出如此神奇的沟通方式了 大自然神奇的位置奥妙实在是太多了 好了谢谢您看我的视频 喜欢的关注下拜拜了